哈囉 大家好 我是Lu醬 自從影片只有我一個人之後呢 講話就幾乎都不用講日文 呵呵 滿輕鬆的 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是要開箱 我媽媽從台灣寄給我的包裹 我媽媽寄得超大一箱 給你們看 哇 這麼大一箱 裡面呢 有我指定想要吃的一些零食 然後我就跟我媽媽說 其他隨便你裝 要裝什麼都可以這樣子 因為現在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在東京的關係 我媽媽還有我的朋友文章 都還滿關心我的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說 怕我一個人會很無聊 還是少東西自己來著去買 或是想念台灣的食物 所以我媽媽就寄了包裹給我 然後我的朋友也有寄給我在旁邊 等一下也可以給大家看 文章也有寄給我 只是還沒寄到 那我就不在這裡開箱 那就先給大家看 我媽媽到底寄了什麼東西給我 好痛 要反正拿起來超累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很久沒有自己一個人拍影片 真的是很不習慣 因為一般都會有文章在旁邊 鬧啊 吵啊 什麼的 打開之後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滿滿的台灣零食 這些呢 都是我指定想要吃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指定要吃什麼 這個 五香乖乖 2021年 我還以為是2021年的1月23號 這樣就過期了 然後呢 等了 這點是我超愛吃的 因為日本真的沒有這個味道 就其實日本的洋芋片也有很多口味 也有很多 還滿好吃的 大家應該知道有披薩口味 披薩口味就滿有名的 我沒有很喜歡啦 但日本當然滿喜歡的 日本的洋芋片雖然非常多種口味 但是就是沒有洋芋片 才想到說那個是 等下雪雨像死 然後是這個 等了 樂士的洋芋片 是九州鹽燒海苔 而且我買買還滿貼心的耶 就是比較小包啊 就不會一直吃太多 還是 還是只是縮水的 樂士的厚切洋芋片 雞汁口味 因為我非常的喜歡吃厚切的洋芋片 所以我就跟媽媽說 你可以幫我買個厚切的洋芋片嗎 什麼口味都可以 沒想到她買一個這麼大包 跟大概那個比起來 大小差很多耶 這感覺是派對包 可以帶去公司大家一起吃 然後還有 可樂 可樂果 可樂果是我在台灣 最最最最最最喜歡吃的零食 可是其實因為我就是 免疫系統有生病的關係 其實我是不太能吃可樂果的啦 可是我就覺得久久吃一次 應該還可以吧 來一克的泡麵 我應該想吃的是川辣牛肉才對 他應該是買錯 還是我記錯 這個我沒有講 應該是我媽媽她自己送給我的 鹽酥鍋巴 我第一次看到 吃起來是像泡麵胖的感覺嗎 我媽媽個人的摳濃麵 蒸拌麵 我之前就用iCarrie 已經買了很多蒸拌麵 其實後來還是有在透過他們訂東西 然後就送了非常多的乾拌麵系列 有老媽拌麵啊 大師兄還是大師傅 有什麼銷魂麵庫的 欸那個超好吃的 應該是有加那個烏醋的關係 就是吃起來非常的台灣味 因為我記得好像在台灣 它的店舖也是蠻有名的 我是沒吃過啦 但是吃它的拌麵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是我有特別指定的 就是這個 統一肉燥麵 而且我特別跟我媽媽說 要給我多一點 因為我非常非常喜歡吃 統一肉燥麵的炒泡麵 也可以給Sharehouse的領珠吃嘛 大師韓國人跟韓國還有日本的混血 應該沒有吃過 台灣的炒泡麵 冰芬樂 雖然冰芬樂非常的甜 但是有時候心情不好啊 還是比較累的時候 會想攝取糖分 我就蠻喜歡吃冰芬樂 可是我沒想到媽媽現在 一次借了六條給我 感覺可以帶到公司跟同事一些 而且我媽媽是一個很謹慎很小心的人 所以她還這樣就幫我包好 小王子麵 小王子麵也是我指定想要吃的 媽媽就買這種一大包的 裡面有很多小包的 剛好符合我的需求 然後接下來就是兩個用很大的袋子裝起來的 光蘭匹霸的袋子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口罩 口罩真的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不知故的醫療用口罩嘛 我媽媽之前有寄很多口罩給我 就是大家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那那個口罩我有留很多給文當 所以其實我這裡沒有剩下多少 所以我媽媽她就再寄給我這樣子 然後我媽媽還寄了耳溫槍給我 然後我媽媽好可愛喔 其實這是日本也有賣啊 我媽媽好瞭解我 天啊 她買了那個iPhone的豆腐頭 還有充電線給我 因為我超容易用不見 文當真的非常的瞭解我 所以文當她也買了一樣的東西給我 然後還有這個是 夾鏈袋 保鮮袋 我媽媽應該是要讓我隨身帶著口罩 噴酒精用的東西 這個我媽媽之前也有給我 我到現在也都還在用 我剛才看到這信公想說是什麼 結果是髮夾跟雙眼皮貼 這個也是我要我媽媽買的 因為在日本最便宜就是100日元 但在台灣可能10塊台幣是買的到髮夾 所以我就叫媽媽買髮夾 我還有雙眼皮貼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這一款雙眼皮貼 而且它非常的便宜 好像才40塊台幣吧 我自己覺得它非常好貼 然後它的size有L跟M跟S 那我都是用M 然後會把後面尾端剪掉 就是貼在這裡 就是讓雙眼皮更明顯 而且我以前其實雙眼皮沒有這麼明顯 就是晚上我也貼著這個 然後雙眼皮就慢慢定型了 現在不用每天貼雙眼皮都還是滿明顯的 所以晚上貼可能有用吧 這個是只有台灣有賣的 而且是台灣產的 那我在日本也試過非常多日本很知名的雙眼皮貼 雙眼皮膠 但是我覺得都沒有很好上手 沒有很好用 我真的就是愛這一款 覺得這一款最好用 這次就是有特別叮囑我媽媽說 幫我買這個雙眼皮貼 這個推薦給大家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啊 這好我非常喜歡 天哪 我媽媽除了夾電袋之外 還買了這個口罩收納帶給我 可見她真的很擔心我 媽媽就是我有好好消毒 我是媽媽不用擔心我很注意自己的安全的 我買了這個 杯絲燒斗 就是可以這樣掛在臉上的 她還買了兩個 她應該就想說一個給我們 感受到媽媽滿滿的愛 然後還有另外一袋 另外一袋真的是比較隱私的東西 這一袋我就有不開給大家看了 我相信這些東西應該夠我吃一陣子了 然後有一些點帶去跟公司隊友分享 冰溫了 先放到冰箱吧 這樣感覺也會融化 那接下來還有兩個很有機的東西給我 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我已經拆了 有一個還沒拆 兩個都給大家看 穿我一下下 好我們回來了 那先給大家看這個好了 這個一開始因為它上面沒有寫名字 我想說是誰啊 結果是我朋友送我跟穩當的新婚禮物 她送了我三包下酒的堅果類 那為什麼會送下酒的東西呢 是因為她還送了我兩瓶酒 那這個女生就是我之前在日居民一日系列 有採訪的一個很喜歡日本酒到日本來工作的女生 我們在拍攝過後都還是很好的朋友 就一直在聯絡 那她這次就是為了慶祝我跟文當結婚 就寄了這個給我很感動 首先是這個蜂蜜酒 那另外一瓶呢是這個 登登 結婚以外 這個我看到都超開心的 因為第一次收到有人送我們這樣子的東西 等我在這裡不猜給大家看 她送給我跟文當的東西嗎 我自己一個人開 覺得不太好 我想跟文當一起開 所以等到時候 我們兩個如果喝了再跟大家講 我剛才看了一下翠翠給我的line 她說這兩瓶呢都是蜂蜜酒 然後一瓶比較大一瓶比較小 這樣子目前看起來我不知道哪瓶大哪瓶小 但是她喝的方式不太一樣 她說小瓶的蜂蜜酒像醋 低酒精對身體好 可以加一點碳酸水搭著喝 那大瓶的話呢真的很蜂蜜 加冰塊下去很不錯 因為她對酒非常的熟悉 如果大家要買酒的話可以找她買 那她還有提到說 比較小瓶的蜂蜜酒可以當成花瓶 喝完的話可以插花 那最後一個呢就是這個 登登 冒獎 那Mao上面有寫得很清楚是calendar 我想說應該是Mao她自己出的年曆 好開心喔 可以把它放在公司 哇 哇而且還附一個Mao的收寫卡片 新年快樂 2020年我們一定有成長 學習到很多 姐妹萬歲送你我的月曆 京都歲時期 謝謝Mao 那我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Mao這一款月曆還蠻特別的 因為它跟一般那種放著 然後往後翻的不一樣 它是用立著的 你覺得拆的好捨不得喔 因為這個結板的好漂亮 它一打開就是Mao 給你們看它這個設計很漂亮 這是1月 這是2月 那都是這種很簡約的畫風 就是每個月份啊 你們看除了有很可愛的圖 還有下面非常簡約的這個日期表之外呢 那每個月份翻到背面 都有寫說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設計 會畫這個圖 然後下面有一張Mao的照片 因為是這樣子立著放的 所以正反面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很喜歡 我要帶到公司去放在桌上 我今天開了我媽媽還有朋友 送我們的結婚慶祝 還有Mao送了月曆 其實不只是這樣 因為我的剪輯師 他好像也要從台灣寄一些東西給我 可是我還沒收到 來東京之後啊 就是有接收到更多更多 就是大家的好意跟愛 就是真的很感謝大家 在一個人的東京陣子也是蠻開心的 真的有非常回到那種 以前剛來日本的感覺 雖然說真的蠻忙的 但是因為很充實 所以也過得很開心 然後又得到很多下酒菜 還有媽媽寄給我的零食 那也謝謝大家 好 那這個影片呢 也是一個非常隨性的影片 也謝謝大家 今天看完我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